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表示 红颜你的伤势已经彻底恢复 近来 在宗门里的声望越来越盛 即便是我和他联手 也难有胜算 而这次的血衣楼刺杀 也没证据证明是红颜你做的 所以仍需要寻找别的方法 把你拉下马来 那之后 巫灵仙有没有露出什么破绽 巫灵仙的口风很紧 在我几番试探之下 他都语言不详 只是表示自有妙计 最后 我走了一步险棋 直接询问他 要不要借助极乐观的势力 虽然他立刻否定 但是 很明显他在掩饰些什么 四长老 为什么要叹气 虽然早有所料 但其实我的心中仍然有过一丝侥幸念头 希望一切都只是误会 四长老 既然已经确定 大长老确实勾结外敌 那我们对付他就更加天经地义了 对待朋友要像春天般温暖 对待敌人就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冷酷 也对 我有些过于感性了 红颜 我来便是为了告诉你 乌灵仙确实勾结了极乐观 接下来 我会想办法搜集证据带回来的 如当 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你自己小心 红颜 你就放心吧 纵使昔日里我与乌灵仙有些交情 但是在大师大妃面前 我绝对不会心软的 四长老 我送送你吧 我有重要的事想和你说 好了 送到这里差不多了 你有什么事还要瞒着红颜单独对我说啊 四长老 事关重大 关乎到我与宗主还有你 还请站在这里等一等 切勿离开 我这就去把那重要的东西给你看 究竟是什么大事 这是 寒潭出狱那日之后 我便查不思犯不详 心心念念的都是你的身影 谢某纵为宗主内侍 也不愿扼杀自己的真心 四长老 不 如道 我喜欢你 赐月佼佼 这番心底话 谢某也只有在此 方能与你细说 谢爷 你说什么 是不是我听错了 只要能让你明白我的心意 纵使说上千遍万遍 又何妨 气氛完美 再配合搁着深情告白 不出所料的话 一定能让这位四长老情绪激动吧 如当 我喜用 放肆 谢爷 亏我还以为你是个可诉之才 想不到你平时居然如此浪荡 念你曾救过我一次 此时我就不告知红颜了 你好自为之 如当 如 嗯 浮以先前的轻浮挑逗 面对这番直白的告白 四长老看起来很是生气啊 但是 还是完全收割不到他的原点 这未免也太奇怪了吧 获得原点 愤怒 零点零一点 情心词 等等 为啥突然冒出来一个情心词啊 而且还是零点零一这种当面才能收割的数值啊 难道说 嘿嘿 娘子 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早啊 来了也不先打个招呼 我这不是想念夫君 所以是夜京城赶回来吗 刚才的事 若是师父知道了 娘子说笑了 宗主事物繁忙 这件事还是别告诉他了吧 开玩笑的 这件事我会帮你隐瞒的 不过作为交换 等清理完宗门叛徒之后 你得陪我做一件事 一定 一定 那我去拜见师父了 喂喂 等到什么什么之后 约定做什么什么事 这是标准的flag太词啊 我这一招 原本的想法是 发射出细小的花间剑气 刺入对方身体 然后利用趋直如意的特性 控制剑气在对方体内直接爆散 这样可以直接重伤对方的五脏六腑 用最少的真气 造成最强的杀伤效果 唉 但现在看来 效果不太行啊 年轻人别白费功夫了 你这样胡乱蛮事 是没有结果的 什么人 你的想法很好 可惜方向错了 想要做到剑气入体 炸出无数飞丝 关键是这个炸字 而不是以趋直如意的思路 强行控制 你现在本末倒置了 看守藏经阁的传工长老 我为协定 每周六周日十点更新一击 宿主形态逃动 穿越系统 启动 穿越 宿主状态 两套 最强意是一条狗 8月26号 重选视频独家上线 每周六日十点 更新一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